星級會客室 有請星級主持周美鳳 周美鳳80年代參加選美加入娛樂圈 後來轉戰公關界 與多位明星名人極為相熟 今集請來的嘉賓 就是由一位電影女星搖身一變 成為環保鬥士的郭秀雲 她會提到當年如何無心插樓加入娛樂圈 媽媽開始在想不行 女兒實在太男人頭了 不行了…要她斯文一點才行 兒子接連傳出飛聞 她又如何面對 你作為媽媽怎麼看呢 我沒眼看 郭秀雲是一個中德雲血兒 父親是美裔德國人 所以她有一個德文姓氏 是Kochka 1988年她參選華裔小姐 獲得桂冬 她亦因此進入本地娛樂圈 拍過多部電影 近年就以保育工作而廣為人知 其實你是很普遍的香港人 其實是的 是嗎 我讀書在香港大 不過我十歲就去了美國 你去了美國 然後你又回到香港 在演藝市發展 怎樣回到來呢 其實我還有一個哥哥 我最親密的可能是我哥哥 他長大了我四年 我們自小就通山跑 我變得很男人頭 很喜歡打工夫、學男生的東西 你懂功夫嗎? 你懂武師嗎? 對,很厲害的 對,很厲害的 對,可以了 有識的 變得自小比較男人頭 我記得當年我十五歲 然後我媽媽開始在想 不行了 女兒實在太男人頭了 不行了…要她斯文一點才行 怎麼可以逼她穿高跟鞋呢 怎麼可以逼她化妝呢 其實化妝我也很肯 因為我想別人覺得我長大 我總是覺得化得很濃 別人覺得我長大 當時我媽媽鼓勵我去選美 我就立刻開始化妝了 好 穿四寸渣很辛苦 三寸渣那麼多斜佬 穿高跟鞋,準備去選美 三寸渣那裡選完 然後有一個是美國的 然後回來香港國際化妝 之後你就機緣巧合 就在香港落藥了 其實選完之後很有趣 很多人找我拍戲 我就… 小猴子,不用回去 自己賺到錢 媽媽叫 德執博可以不回去 做事…自己賺到錢 你知道當時有很多電影在拍攝 可以同一個時間拍幾部 自己又可以維持自己 很開心自己在這裡 那是哪個第一個方向 邀請你去拍電影呢 當時其實我很奇怪 因為國際化妝 其實是無線的東西 當時的合約 沒有想到要叫所有佳麗都要簽 萬一留在香港都要繼續TVB 好,我已經留了 流亡之餘了 我可以在外面做任何事 好 不過最後我也考慮了 我覺得應該簽回他們 因為是透過他們才能做事 當時我自己又人生路不熟 不敢亂來 都是簽回TVB的 然後就拍戲 有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拍戲 泰國、中國 不過你知道我又不是小顆的 所以其實角色不是太多選擇 通常不是做主持 都是會有些武打那種 在八、九十年代 郭秀雲參與過多部電影的演出 不過Sharon對於當年 演藝圈生活的回憶 不是全部都是這麼美好 最初入圍圈就是覺得好玩 賺到錢 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我是沒有想過演技 或者我身為一個演員 應該要怎麼投入 我沒有怎麼想的 總之做就做,有得玩 好,讓你回想 你喜歡這行業嗎 有喜歡有不喜歡 好,你會不會再做 有些人真的很喜歡 我看到我的朋友 在山上釣了幾個小時 回來後一點也不會 給我一副 因為他太喜歡拍戲了 那些我喜歡 你考慮一下 反而在鏡頭面前那時候 我是喜歡 不過是幕後 跟娛樂圈有關的東西 那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好玩 不是那麼喜歡 人與人之間的東西 是… 是嗎 是 當然有些是非 那類的 是嗎 還有有時候 只要在娛樂圈裡面 很容易會引起自己不喜歡的新聞 我記得我… 最初面對娛樂圈那些不開心的事 我想我第一次拍周刊封面 以前拍過很多 不過那次那個人跟我說 那些女生說 你是TVB的? 你不要帶保姆來吧 她們很煩的 我說好啊 就是聽話 接著那些女生 猛地拿下容的衣服… 我猛地拿上來 我不行 再低一點 當然不行 接著我知道她拍了照 是沒事的 因為沒機會有事 我黏了上面膠紙 什麼都黏了 不過她出門的封面 就故意弄得好像有少許酒缸 故意弄得那張 沒有 不是 我知道那個不明白 她做了手腳上去 我明白 我明白 聽說她說酒缸的位置 我不是那個顏色 好嗎 我變成…不是這樣的樣子 她做了這些東西上去 難道我要澄清 打開給別人看 她們會冤枉我 我又不會這樣做 我便自己在家裡哭了一星期 很淒涼 我當時只有十多歲 我又不是想用那樣東西去出位 我是…你叫我拍 那我就拍 哪個女生不喜歡別人 喜歡我 叫我做封面 那當然是去做的 不過結果是做這件事來害我 這是第一次自己覺得 原來是很險惡的事情 那個年代 我想是比較好身材一點 都會種這種的圈套 我也試過 很難說 會的,很保護自己 在圈套有些事情 我又試過接一部電影 那時候說… 最初說是二級的 好 然後說三級 那即是怎樣 不要緊的 我們三級不關你的事 你的角色很乾淨 完全沒有這些 我說好吧 然後拍拍一下轉導演 轉了一個出名三級的導演 然後轉了說不要緊 你現在也有三級的氣氛 不過不用你去脫 我找人幫你脫 糟糕 你怎麼找身材很噁心 怎麼中心 對 人家以為那個是我 對 結果搞得是不歡而散 很怕 你知道我鬼妹仔 搞到這個地步 就找律師 是 很難看 結果結尾就是… 總之那部電影有我 又用了我的名字 還要大致標題 有我的三級片 不過呢 我的角色就是去到很短的氣氛 他就說我死了 因為我沒有再出現了 我不再拍了 其實很幸好你死了 你又問KD 有什麼大頭東西在這裡 你又不認識 對不對 總之結果就是這樣 郭秀雲很年輕就加入娛樂圈 也很早就結婚生仔 他的第一段婚姻 維持得並不長久 在他兒子還是很小的時候 Gerran就已經和前夫分開了 原來你二十歲結婚 為何會這麼快有這個念頭 因為十八歲拍戲 就認識了兒子的爸爸 然後十九歲 最後就搞出人命 然後… 然後就要結婚了 那時候太愛大家了吧 其實坦白說 我當時不是在那方面那麼有經驗 好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有一個錯覺 會不會愛國的人 外國的女生會比較豪放一點 開放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錯誤的訊息 這個不是的 其實是看人的 我發覺我在美國認識的女生朋友 大部分 中國人社會在那邊 比香港人更保守很多 你在說那個年代 還是現在這個年代 現在也是 只要你在外國的唐人埠 中國人那些是管教得很嚴重的 那你決定結婚了 其實你真的沒想過也會離婚 你很快就離婚了 其實我什麼都沒想過 對 你真的很厲害 總之活在當下 今天有什麼事我就要做 小時候嘛 也會的 不懂得想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適合與錯 其實我也沒有後悔過做過任何的事 只不過是 當時大家在一起很開心 然後根本太短時間了 大家小時候 根本發覺大家是不對的 很多方面是不會合得到 那就變了再在一起 其實可能大家會痛苦 那不如大家分開 那分開的時候寶寶幾歲 當時她大約兩歲 那你要照顧她是不容易的 你也很小 也是不想 對, 二十二歲而已 二十二歲也是很小 我剛才出來打工 我記得好像 有人看著我的 對, 這樣也很厲害 那當時媽媽有沒有回來幫忙 沒有…她沒眼看 她根本… 她根本叫我不要 是嗎? 是 那媽媽一定反對 對… 後來一定由反對變成支持 對, 沒得選擇 對, 總之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 在… 錯説中是學到很多東西 你認為兒子 有沒有什麼心理障礙呢 對於這件事 作為一個單位 我自己就不覺得 不過我不可以說我是專家 我不是儀科專家 我又不是對那麼多 所以我很難可以給到一個 批評你 我覺得他那個問題是有沒有在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見他很開心 我有一次也見到 對, 甚至乎現在你的夫人Stanley 也很疼愛他 他真的從…我想那時候五歲左右 四、五歲開始已經認識 是 我們都很長的長跑才結合 是 變成在這麼長的階段 根本小孩一起長大 是 所以都習慣了 是, 你怎麼認識Stanley呢? 其實在這個… 這個故事我也想聽 我知道你拍電影 電影圈… 因為音樂認識他的 好, 你們都會彈一些… 我不會彈任何東西 除了彈人之外 真的嗎? 我不會彈… 你唱歌的 我是唱歌, 不過我不是專業的 好 原來我的聲音不錯 可能這個是… 我爸爸以前以前是唱歌 他在美國唱的 那些… 可能有一點遺傳的聲音 是可以去到… 那個範圍很大 那些聲音不錯 不過我是沒有音樂訓練 就是有聲音 不是代表真的唱得厲害 對… 當時我記得在… 在占叔家裡玩 黃占 對, 很多朋友在一起 其中一個朋友 就跟Stanley很熟 你唱到的, 我們一起合樂樂 大家合樂樂樂 就這樣認識到 看到這麼漂亮的女兒 當然不放過了, Stany 當時她是單身 其實不是我們… 單身是… 但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最初是… 大家受不了大家 真的嗎? 大家… 最初第一次見到 大家都覺得… 大家扮演還是怎樣 這樣都很好笑 是嗎? 不過我們… 我想是前世的 下一節回來 郭秀雲會大談 她和兒子的母子情 我寧願開放 等她有什麼事 她告訴我 然後等她說完 或者不在這裡之後 我就說死了… 死了 她熱愛動物 到一個怎樣的程度 有些海狼物料 我就讓牠在家裡到處飛 有味道 你看電視突然間 有隻野生動物在你面前飛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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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要緊, 你記得的 我很想知道你… 其實我是因為喜歡… 什麼動物我都喜歡 我覺得所有動物都很特別 我所有動物都想接觸 想了解 蟑螂不喜歡了吧? 唯一養驚的東西 蟑螂不養嗎? 唯一養, 但蜘蛛什麼都會 不過無論如何 我覺得所有生物都有牠的特殊優點 或者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也想接觸去了解 以前有很多機會 可以讓我養到不同的東西 一般來說會是野生動物的東西 香港以前的法例也比較鬆 無論是真的豹貓 還是野生的那些不是雜了 或者是鷹, 或者是猴子 這些不是我特意找牠來養的 很多時候我在街市 或者去找養寵物的地方去看 自己喜歡 自己會去那些地方去看 對 我就會看到 為什麼在街市這個籠裡 有這樣的東西 什麼?煲湯?不是吧 是呀 我就會, 不行 多少錢? 其實明知道我買牠 又好像在推動那樣生意 又不想 不過我不買牠那隻又死 我就會買牠回來 就會養牠 其實到了今時今日 我都偶然間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例如幾年前 有一次在鳥仔街 有一些海狼不鳥 不懂 其中一個名字是脆鳥 以前中國人 有很多那些頭飾 頭餐或者耳環 是藍色的羽毛精神 是呀… 那隻牠 那隻牠是吃蟲、吃魚 是野生動物 那我看到 為什麼有個店舖 有一棵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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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鳥仔倒進去 然後又走了 蛤? 牠肯吃鳥粟嗎? 這些品種沒理由吃鳥粟 那我跟牠聊天 其實店主是否照顧餵 算了 算了算了 反正有人捉了給我 那他就照顧看有沒有人買 便宜一點給你 其實他不是很懂事 是 那我問我怎樣 不過我又不可以走了 是 總之便宜一點要了 是 最初說一隻 結果就全部五隻要了 那要了之後 那兩個星期慘了 因為每個多小時要餵 那我要整個… 即我出街要帶牠 像那個瘋婆一樣 拿著龍鳥 不是吧 那五隻東西 也挺混亂 那當時問題就是 我看到那個情況 我不去做 牠們就會死 那我就做了這件事 不過呢 結果也是挺麻煩 不過麻煩中 我也覺得我做了一件好事 麻煩養大牠了 我發現原來牠開始掌毛翼 是 牠是不可以找龍捲著的 要飛 牠要飛的 不是牠會撲到自己的翼 是損壞了 好 簡直是傷了 那我就讓牠在房子裡 到處飛 不是吧 結果我就要通牠擦 傻婆 是呀 有味的 真的在看電視 突然間有隻野生動物 在你面前飛過 還有五隻 結果就很開心 因為當時原來海洋公園 在開啟一個亞洲雀鳥 保護什麼… 一個展示 是 牠有個位置去需要這些雀鳥 我就叫牠們來收牠 就很開心 大家… 你真厲害了 我不可以放牠 如果放牠在大自然 牠習慣了 看著你張開口 有東西吃的 對 牠怎麼會去捉東西呢 牠被我弄壞了 牠不是一隻正常的野生動物 牠不是父母教過牠打獵 所以我放牠就會死 Sharon熱愛海洋 痛心人類過分捕獵海洋生物 破壞海洋生態系統 牠亦身體力行 親身參與很多保育的工作 將對動物的愛 由個人提升到社會的層次 我想問Sharon 你上次在天台 看見很多魚翅 其實你哪有收風那麼厲害 那次不是我自己找到回來的 因為其實 很多我們的保護機構 環保機構 大家是朋友 大家認識的 OK 我們有些群組討論 大家會跟大家聯絡 其實發現那堆次的人 叫做Gary Stokes 他說其實他經常在那裡巡 因為他知道當天天氣好 1月1日 好 天氣好 香港太陽很猛 他想到 剛剛 本來天氣這麼潮濕 現在太陽這麼好 當然會有這些 而他再前那一年 就在那裡附近的路邊找到 那他就巡 路邊也不見 不過他聞到 這麼厲害 很醜 是…很腥 他就聞一下 到處去巡 到處去玩 然後看到有人搬東西 他就跟進去看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沒有怎樣做 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那個大廈其實是開大門口的 有安全保護 又沒有阻止我們 我們十幾個人 有中國人 有外國人 有大隻小隻 甚麼人都有一起去 我們大搖大擺走進去 然後大搖大擺上天棒 那天棒又開門 沒有鎖 我們就照著我們的東西 問題是我們去到之後 就看到這麼壯觀的一個環境 很害怕 你那裡有幾條鯊魚呢 要死了 那裡我想過萬條 我的天 而且我當時沒有鎖子 沒有鎖子 沒有鎖子 我當時看到 鎖子是這條 我只看到全部是這些 是嗎 只有一兩個品種我認到 其他要檢驗才知道 其實現在香港 沒有說不合法給你曬的 是合法 是可以曬的 是 光明正大 甚麼問題 是嗎 其實我知道 我們那天做的新聞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機構的 無論是誰找到也好 無論是誰找到也好 其實我們想那個新聞 更多人知道 所以那些照片 就去了全世界 無論是英文、中文 很多報紙都有出 其實我們想做到的事情 就是更多人知道有這個問題 真的 我想我也勸勸大家 觀眾 如果看到一件事 你覺得有這樣的力量 你所幫助 隨便 真的要立即行動 其實如果是殺小量的 不是一個問題 是 可以的 海洋能處理的話 你就去做 現在是 那個層次是沒有限制的 還有你去到大公海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不屬於某 任何政府的 是 那怎樣去管制呢 而那些漁民是去那些地方 那證明其實海底裡 真的有很多鯊魚 越來越少 現在開始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我們要怎麼管制呢 就是大家不吃 是 就是如果沒有買賣 就沒有沙灘 對…沒有這樣的球 就沒有公 對… 是不是這樣說 Sharon的兒子 現時已經二十二歲 長大成人 走出街 路人分分鐘以為兩母子 是兩子弟 對於兒子經常傳出飛聞 她亦感受良多 兒子多少歲 現在二十二 二十二都大了 對… 她回來做一個夏業 我知道她了 也是做公關 對嗎 經常派對 我看到派對 很多女生 你知道 稍後有什麼媽媽 跟她一起 稍後不知道誰跟她一起 你作為媽媽 你怎麼看呢 我沒眼看 但你一會去派對 我看到照片 那也要給面子 對嗎 她打到來 媽媽,你來不來 那沒辦法嗎 對,所以會做 不過其實她也有些很像我 例如… 她… 她很純粹 是嗎 小時候不是很… 單純 單純 在感情方面比較單純 好 而且她的經驗… 她比我多 不過… 在那個年紀來說 但也不是那麼多 真的嗎 問題是她認識什麼女生 那些聲音很大 所以就變成人家的錯覺 會覺得 她當然是認識很多女朋友 很高興 在這方面可能很聰明 她是… 絕對不是 她在這方面是暗示你 好 她是… 每次都是女生說跟她一起 有拍拖 她有拍拖 不過… 她每次都對過女朋友 非常甜蜜 經常要黏著女朋友 甚麼都想著女朋友 是很甜蜜 很甜蜜的那些 我也很喜歡這件事 她的人心地好 對人好 各方面 甚至乎… 你所說的媽媽 我當時也沒有說 女生好與不好 現在我不是說她不好 每個人 我自己都年輕生小孩 不過當時 兒子的反應是… 甚至乎是媽媽 我明白的 應該很辛苦的 她做到單身媽媽 我要盡快出來賺錢 我要多賺錢 我才能幫她照顧到 這麼偉大 女生想的事 她是… 她是… 她是很… 很投入 是 然後要做足 很體貼的那種男生 然後我們經常笑她 她在家裡有女朋友 她會帶來吃飯 她在家裡 她是拿著別人的手 不放 我們經常笑她 我會說 你怕她在家裡擋室爐嗎 真的嗎 是她很刺身 按照另一邊來說 你做媽媽 作為媽媽 其實你很開放 她是否有甚麼要跟你說 如果我不開放 她繼續做些不應該做的事 不告訴我便更糟 是 我寧願開放 讓她有甚麼事 她告訴我 我最多就… 這樣嗎 然後她說完 或者不在 之後我就覺得死了… 死了… 我自己害怕 最多是這樣 起碼她甚麼都會跟我說 好 因為她沒有辦法 從她出生到大 她都是以你為中心目標 她自己也有爸爸 她爸爸有見過嗎 她自己 有…有見過 不過不是那麼多 好 反而她很小的時候 爺爺媽媽 很體貼去照她 好 所以其實到了今時今日 兒子回來 她每次回來 我都一定提點她 買些禮物 買些冬菇 買些東西 去探討人家 什麼時候… 沒買一次就行了 好 是的 那就是陪她喝茶 見一下她們會這樣 我也有陪她去見她們 其實現在你又很幸福 又開心 有一件事我們賺你 Sharon 你沒有怎麼變 是嗎 真的 我今天第一天又見你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少見了 真的沒有變 大家告訴別人 你有兒子22歲 是完全不會相信 謝謝 喜歡開心 是嗎 其實我不介意自己多少歲 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你多少歲 我43 你這麼年輕嗎 對 我43歲 我是很開放的 因為我覺得選過尾 你選尾的時候 人家也知道是多少歲 對 然後你過了很多年 你又倒數… 人家應該可以找回資料 為何你當觀眾那麼蠢 一定找到 所以我沒有什麼秘密 在這方面 無論如何 我們有空多約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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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